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有执酒以艳乐嘉宾之心 同时还有类似于像君子有酒执且多 到陶渊明饮酒师还讲酒中有身味 对于诗人来讲酒既是浅性之物又是助性之媒 李白的这首《枪敬酒》诗歌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枪敬酒》是一个乐府古题 所以这首诗歌是一首乐府诗歌 它的别名叫《西空九尊》 《九尊》就是酒杯 它本来是汉乐府短销挠歌的曲调 在郭慕倩所编的《乐府诗集》第十六卷《古吹曲诗》之中 有这么一段话 古词曰 《枪敬酒》成大白 大略以饮酒放歌为言 《宋何成天》《枪敬酒》篇曰 《枪敬酒》庆三昭 被返礼见佳瑶 这言曹慧敬酒 且以儒守荒至为戒 若梁昭明太子云 洛阳清脖子 但须游乐饮酒而已 从这段记载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枪敬酒》这个曲调 历来的诗歌作品 《乐府诗歌作品》 基本上都是以饮酒欢会 作为它的主旨的 当然在不同诗人的笔下 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有的是写朝堂宴会 或者朝廷祭祀的这种场合 有的就是只是写饮酒而已 饮酒欢乐本身而已 李白的这首诗歌 在题材上面和古词 基本接近 但是又贯注了李白 自己独有的一些个性 成为历代饮酒诗篇之中的 最有名的一篇作品 李白的这首《枪敬酒》 就是在唐玄宗天保十一载 公元752年 李白在松山他的朋友 袁丹丹丘的居所所作的 当时袁丹丘应该居住在 尹阳的山中 诗中提到的这位丹丘生 就是袁丹丘 另外提到的陈夫子叫陈勋 这两位应该都是李白的好友 在李白的诗歌之中 经常提到他们 光是写给袁丹丘的诗歌 就多达十四首 其中有一首叫《袁丹丘歌》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 在李白的心目之中 这位朋友袁丹丘是个什么形象 这首诗歌是这样写的 袁丹丘爱神仙 招影影穿之清流 木环松沉之紫烟 三十六封长周旋 长周旋涅心轰 身骑飞龙耳生风 横河跨海与天通 我之而游 心无穷 在这首诗歌之中 李白描绘出了一个 高岛促成的 一个接近于神仙一样的 道士的形象 我们也知道李白自己 就是一位 从信道教信仰的 这样一位文人 所以他的朋友里面 有许多 都是像袁丹丘这样 爱慕神仙之说 可能也本身就是道士 同时又隐居山林的 这样一些高士 很明显 《枪敬酒》这首诗歌 是一个劝酒的诗歌 但同时它也是一首 抒情的诗歌 所抒之情并不仅仅是 就饮酒本身而言的 而是融合了 李白对于人生的一种感悟 包括他当时的一种 人生处境 和酒互相出发 所迸发出来的一种情感 所以我们接下来 首先要提及的 就是李白的人生观念 在这首诗歌里面 他们是如何发生互动的作用 这首诗歌的诗歌 是一首诗歌的诗歌 是一首诗歌的诗歌